周四晚间十点多 霍华德顺利抵台 机场有上百位粉丝接机 接近十二点 他抵达领口的饭店 依旧有不少粉丝在门口相迎 原本外界预期 首日抵台加上时差 魔兽应该会睡晚一点 没想到周五他起了个大早 只休息不到八小时 就现身一楼吃巴费早餐 跟同行友人笑开怀 早上八点半出发到领口运动中心练球 魔兽下他的是领口洗来灯 最高级的club房型 一碗房价一万四一万五 面积二十五平 卧室有一张两百乘两百公分的大床 身高两百零八公分的Howard 要怎么住得舒适 有球团费心 另外房内还有一个独立客厅 休息区用餐区 也有小冰箱跟咖啡机 饭店表示 健身房是二十四小时开放 霍华德有没有去则无法透露 能够偶像住同一间饭店 像个大惊喜 而这间饭店离练习的领口运动中心 跟云豹主场国体大体育馆都很近 不过传出魔兽不会在饭店常住 球团积极在领口寻找独栋别墅 让他们一行五个人住得更舒适 也更有隐私 TV必须喜欢这种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当人 我费穿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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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